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胸骨移位会导致很多问题 我们有时见到别人的背部越来越拱越来越拱的时候 很多时那一类人会发觉 他的肺功能是有问题,心功能是有问题 有时他们会以为自己是心脏病 会以为是心律不正走去做手术 这些是一些无妄之灾 因为我们前面两条肋骨包住肺部和心脏 当你背部往后移的时候 肋骨随之移向后移窄的心肺 其实基本可以把肋骨押一下 肺和心脏已经可以舒缓很多了